阳光明卫,小瘦子化身跑难,绕操场跑了一千米,为了气喘吁吁,满头大汗,来一瓶沟沟可乐,一打开,呼吱,很多气泡冒出来,这是啥呀? 这其实就是无处不在的二氧化碳,小瘦子后期心大发,找了一瓶二氧化碳看一下,有颜色吗? 颜色?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出二氧化碳,你不会看到有人呼出的是红色、蓝色吧? 这肯定没有颜色的,那冬天人呼出的则是白劲呢?那是液化的小水滴,可不是二氧化碳,所以二氧化碳是无色气体,那闻一下,有味道吗? 没闻着,你呼出的二氧化碳肯定也是没有味道的,如果有味儿,那你肯定吃了大蒜 再来,是二氧化碳的密度大,还是空气的密度大呢? 小瘦子找了一个小气球,给它打满气,放到杯子里,沉在底部,把这瓶二氧化碳气体不停地倒入杯子中,小气球飘起来了 说明,球瘦大的浮力大于重力,说明二氧化碳的密度大于空气密度 我们还可以这样将这瓶二氧化碳倒入成有两只蜡烛的烧杯中,我们发现蜡烛会自下而上依次熄灭 这是为什么呢?根据常识,物质的密度越大,越会沉积到下方,所以也能得到二氧化碳的密度大于空气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,如果二氧化碳从这一次倒呢,现象就不同了 蜡烛会自上而下,依次熄灭 因为二氧化碳在倒入烧杯时,会往烧杯的底部走 先遇到上边的蜡烛,上边的蜡烛就灭了 再往下走,就会接收到下边的蜡烛,下边的也就灭了 通过蜡烛熄灭,我们还能得到二氧化碳不燃烧,也不支持燃烧 但这个是它的化学性质 刚才打开的那瓶可口可乐还记得吗? 我们来还原一下,这是没打开的,能看到气泡吗? 孙悟空来了也看不见 这是打开了的,有很多气泡 这说明二氧化碳气体是溶解在里面的 那它到底易溶解在水中吗? 做个实验看看,有一瓶二氧化碳气体,向瓶中加水,一起盖上瓶盖 一段时间后,发现瓶子变别了 瓶子变别的原因是内部压降小于大气压 引起气压变化的原因就是二氧化碳溶于水,导致瓶内气体减少 所以通过瓶子变别,就能间接地得到二氧化碳能溶于水 但是一定要记得,手要快哦 以上这些,就是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 它是无色无味的气体,密度比空气大,能够溶于水 你都记住了吗?咯咯哒 这就是二氧化碳能力的事 第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